欢迎大家收看六度世界 我们现在给大家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本地冠病病例过去三周上升 上周趋稳 澳洲法院裁定华人社团领袖犯外国干涉罪 美国组建多国联盟 保护鸿海船只免受袭击 伊朗支持的胡塞武装不断袭击商船 美国宣布联合多国行动确保鸿海安全 原万达总裁丁本希 被传失联知情人士称 个人信息变更所致 请大家收看 本地冠病病例过去三周上升 上周趋稳 联合早报 总结 过去三周 新加坡的冠病病例呈上升趋势 但在12月13日至17日期间趋向平稳 卫生部根据数据估计 病例数从11月27日的3030起 上升至12月12日的7870起 然而 由于不再要求公众进行冠病检测 实际病例数可能比报告的更多 因此 当局将调整计算方式 将综合诊疗所的数据也包括在内 澳洲法院裁定 华人社团领袖犯外国干涉罪 联合早报 澳大利亚一名华裔商人被判策划外国干涉罪 这是澳大利亚根据2018年制定的禁止外国干预国内政治的法律 做出的第一个判决 该商人被指控在2020年向政府部长递交一张小额支票 作为对医院抗击冠病的捐款 检察官称 他与中国情报部门保持定期联系 并试图影响联邦政府部长 以实现中国共产党的目标 该商人拒绝认罪 将在晚些时候被判刑 外国干涉仍然是澳大利亚的一个重要国家安全优先事项 美国组建多国联盟 保护红海船只免受袭击 联合早报 反游风波考验美国大学独立性和言论自由 联合早报 美国国会众议院于12月5日举行了听证会 针对大学校园反犹太主义的增加进行了讨论 三所经营大学的校长被传唤作证 但他们在听证会上的表现受到了批评 其中一人在压力下辞职 另外两人获得了董事会的支持 但仍然面临着下台的呼声 这场争议引发了对美国大学的独立性和言论自由的质疑 金巴勒斯坦示威活动在已冲突后在美国校园上发声 学生团体高喊政治口号 引发了对反犹太主义的指责 一些学者认为 这些口号中的自由已经变成对平等和人生自由的追求 但在犹太社区中 这被视为对犹太人和以色列的仇视言论 许多国会议员 捐助者和校友纷纷批评大学未能保护犹太学生 听证会的举行进一步加剧了大学的独立性和言论自由的争议 大学校长们在听证会上试图划清言论和具体行动之间的界限 但这些谨慎的回答被认为是缺乏道德判断 甚至是包庇学生极端言论的表现 美国犹太社区对此感到愤怒 并威胁停止对学校的捐款 一些学者和公民自由倡导者为校长们辩护 认为他们实际上是在为言论自由发声 然而 在这个问题上 对于红线的界定没有达成共识 这场争议不仅涉及中东问题 也考验了美国社会所一意为傲的言论自由和大学独立性的原则 多部门合作 加强取缔电子胭脂法力度及宣导 联合早报 新加坡卫生部连同多个政府机构 加大力度取缔电子烟 尽管电子烟在该国被禁止 但烟民仍能通过网络手段或在出国期间购买到 为了遏制问题的恶化 卫生部将与其他政府机构 一同加强执法力度和宣传工作 未来数月内 卫生科学局将与移民与关卡局展开联合行动 在海陆空关卡加强检查 同时 卫生部也与通讯及新闻部 资讯通信媒体发展局合作 加强监测和取缔电子烟网络销售和广告 卫生部还与教育部 国家环境局 国家公园局和警察部队合作 加强在本地拥有及使用电子烟的执法力度 同时 保健促进局也将与教育部合作 在学校加强执法行动和宣传工作 此外 当局还将加强对公共场所的检查 并对违规者处以罚款 与中国渐行渐远 波罗的海三国与美国签署五年防务合作协议 美国之音中文网 美国国防部与爱沙尼亚 拉脱维亚和立陶宛 签署了为期五年的防务合作路线图 这一合作旨在加强美国与波罗的海国家之间的军事合作 提高彼此的能力和互操作性 合作重点包括空中和导弹防御 海上领域 网络 非常规战争 参与国际军事行动和演习 基础设施发展和培训等方面 波罗的海国家面临的安全环境恶化 他们积极寻求国际防务合作 以防备俄罗斯的军事压力 此外 波罗的海国家也与中国保持距离 与台湾发展更牢固的关系 台湾外交部长吴钊燮最近访问了波罗的海三国 并呼吁欧洲持续关注台海情势 立陶宛更是在今年发布了印太战略 对中国提出了批评 并呼吁欧洲加强团结 美国继续斡旋以哈廷火协议 哈马斯发布年耐人之视频 美国之音中文网 美国国防部长劳埃德·奥斯汀访问以色列 并重申支持 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威廉·伯恩斯 则访问欧洲 与以色列和卡塔尔官员举行会谈 此外 哈马斯发布了一则年迈人质的视频 施压以色列并传达谈判条件 联合国安理会将就停火呼吁进行投票 外交人士正努力说服美国投期权票或赞成票 CIA局长伯恩斯与卡塔尔首相和以色列情报机构负责人会面 寻求推动达成新一轮暂时停火协议 哈马斯公布的视频显示了被掳走的三名年老以色列人质 他们要求以色列无条件释放他们 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批评这是一则犯罪恐怖视频 但也表示将尽力将人质安全接回 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访问以色列时强调 在加沙遏制平民伤亡的重要性 并重申美国支持以色列打击哈马斯的承诺 美国总统拜登上周批评以色列的轰炸行动 表示担心平民伤亡 希望以色列缩小战争规模 黎智英案庭审进入第二日 起诉创谋发布煽动贪污罪时效性 预计周五裁定 美国之音中文网 周二 香港对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的审判进入第二天 黎智英面临多项与外国势力勾结的指控 如果罪名成立可能面临终身监禁 来自美国、英国、欧盟、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的外交官 接出席了庭审 并呼吁立即释放黎智英 英国政府要求对黎智英进行领事探视 但香港政府表示拒绝 黎智英的辩护律师试图取消或限制检方对黎智英煽动共谋指控的实现 预计审判将历时80天 中国发改委 有能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主要预期目标 联合早报 中国国家发改委新闻发言人表示 随着经济动能持续恢复和政策效应逐步显现 中国有条件、有能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主要预期目标 他提到 生产、消费、投资和外贸等方面都保持较好的增长态势 企业预期指数也保持高位 明年的宏观经济政策将围绕经济社会发展目标进行调整 并加强形势分析和政策研究 以应对各类风险挑战 今年中国的GDP增长目标约为5% 第三季度的增长率为4.9% 超过了预期 中国国家统计局副局长表示 对完成全年预期目标非常有信心 东潭西论马来西亚仇恨政治在抬头 联合早报 马来西亚近年来出现了越来越多的仇恨言论和仇恨政治现象 这种现象在社交媒体上尤为突出 引发了公众的关注和担忧 仇恨言论和仇恨政治的出现 与马来西亚的政治竞争激烈和族群分化有关 伊斯兰党等政治团体通过教育和媒体 培养了一批具有煽动对立情绪能力的网红 进而推动了仇恨言论的传播 此外 马来西亚的教育体系也存在问题 教职人员的素质和能力不足 无法辨别真假信息和仇恨言论 这也为仇恨政治的蔓延提供了土壤 为了遏制仇恨政治的发展 马来西亚需要加强教育改革 培养具备批判思维和辨别能力的新生代 同时加强对社交媒体的监管 打击仇恨言论的传播 只有这样 马来西亚才能实现政治稳定和社会和谐 美国宣布发起多国联合行动 以保护红海航行的船只 免受野门胡塞武装的袭击 该行动名为繁荣卫视行动 由美国、英国、巴林、加拿大、法国、意大利、荷兰、挪威、塞舍尔和西班牙等十个国家参与 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表示 该行动旨在确保航行自由和地区安全繁荣 将在现有联合海上力量框架下进行 然而 中东一些国家并未参与此次行动 可能是因为担心激怒伊朗或破坏和解进程 胡塞武装对此行动表示批评 并称不会改变对以色列船只的袭击立场 胡塞方面称 野门附近的水域除了与以色列相关的船之外是安全的 胡塞武装政治局成员布卡哈提表示 他们有能力应对任何有美国组建并可能部署到红海的联盟 伊朗支持的胡塞武装不断袭击商船 美国宣布联合多国行动确保红海安全 美国之音中文网 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宣布建立一项多国联合行动 名为繁荣卫视行动 旨在保护红海地区的安全和商业活动 参与国家包括英国、巴林、加拿大、法国、意大利、荷兰、挪威、塞舌尔和西班牙 该联合行动将在红海南部和亚丁湾进行联合巡逻 以确保航行自由和区域安全 胡塞武装最近发动了一系列导弹和无人机袭击 威胁到红海水域的商船和航运 美国海军已经组建了红海特遣部队 加强了在该地区的存在 胡塞武装威胁要针对所有来往以色列的船只 并警告国际航运公司不要与以色列港口进行交易 这导致了海上贸易的混乱 货运公司不得不改到绕行非洲 增加了成本和延误 奥斯汀在特拉维夫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 呼吁伊朗停止支持胡塞武装的袭击 原万达总裁丁本熙被传失联 知情人士称个人信息变更所致 联合早报 根据知情人士的回应 万达酒店发展非执行董事丁本熙失联 并被免职的原因是因为个人信息变更等客观原因 不存在传言中的其他情况 此次更换董事是因为丁本熙退休后到期正常更换董事 公告指出公司已经与丁本熙取得了联系 丁本熙是万达酒店发展的重要人物 曾长期担任董事会主席 2021年4月退任主席 留任非执行董事一职 万达酒店发展是万达集团旗下的轻资产公司 负责酒店业务管理 工人党是政会官司 前管理代理要保险公司支付官司赔偿金与日试费 联合早报 FM Solutions and Services FM Says A managing agent company has filed a lawsuit against insurance company allied world assurance demanding that the latter fulfills contractual obligations and pay for the compensation and legal expenses incurred by FM Says in the Workers' Party Town Council lawsuit A according to documents reviewed by Lian Ha Zoubao the three plaintiffs FMSS, Director Heowing Fan and Heowing Fan representing her late husband Lo Thaekian submitted the writ of summons electronically to allied world assurance through their lawyers on 1st November in order to comply with the limitation act FM Says and Heowing Fan filed the lawsuit in the High Court in 2D Zouan and subsequently applied to the court several times to update the writ of summons to ensure that they do not miss the deadline for serving the insurance company the insurance company received the writ of summons and responded through their lawyers requesting that the plaintiffs submit their claims in the next steps the next pre-trial conference is scheduled for 24th March next year according to the company's website allied world assurance which provides insurance products and services has subsidiaries worldwide including one in Singapore and its headquarters is in Bermuda the contents of the writ of summons reveal that the insurance company and FMSS signed a contract in August 2016 which includes the insurance company's promise to indemnify FMSS in the event of legal proceedings including payment of compensation, settlement amounts, and other legal expenses however, the plaintiffs claim that the insurance company has not made any payments under the contract since receiving notice of the lawsuits against FMSS and Heowing Fan by two town councils therefore, the plaintiffs are seeking full ruling that the insurance company has breached the contract and the determination of the amount of compensation the insurance family should pay the independent panel appointed by the Algenie Hougang Town Council, HEC, and the Pazer Rispongle Town Council, PRPTC filed a lawsuit against the Workers' Party town councillors, Haowing Fan and Lothai Piyang, and FMSS in 2017 alleging that they were negligent in their duties during the management of the town councils from 2009 to 2005 resulting in losses for the town councils as the case involves the old accounts of the Pungo East constituency, which was incorporated into the Sengkong Group Representation Constituency in 2020 the Sengkong Town Council, STC, subsequently became one of the plaintiffs in the case after the case was heard in the High Court and the Court of Appeal, the Court of Appeal, LED by Chief Justice Sanders Meinang overturned several of the High Court's rulings in November last year stating that the five town councillors and Heowing Fan did not need to assume a fiduciary duty towards EHTC or STC They acted in good faith when issuing contracts on behalf of HTC However, the Court of Appeal found serious lapses on the part of the defendants in supervising the payment process of the town councils including allowing conflicts of interest to approve payments and lacking safeguards, which resulted in the risk of overpayment Therefore, the town councillors and Heowing Fan must compensate EHTC and STC and the specific amount of compensation will be determined by the High Court in the upcoming hearing 冰火肆虐 悉尼空气质量骤降至全球最差之一 聯合早报 澳大利亚悉尼近日遭遇山林大火 导致空气质量急剧下降 与世界上污染最严重的城市之一心得里相当 悉尼很少遭遇雾霾 但此次大火导致灰云笼罩城市 空中烟雾明显可见 悉尼市中心以北地区的空气质量指数达到161 建议人们避免长时间户外活动 消防局表示 大火燃烧产生的烟雾已向南挑散数百公里 燃烧面积约13万6千公顷 当局警告 澳大利亚今年夏季将进入灵火高风险季 能源公司桑托斯因大火停止了距离纳拉布里镇南部皮利加森林 420公里的一个天然气项目工作 与男性友人在路边起争执 女子被推倒在地 当天离世 联合早报 今年11月6日凌晨 新加坡发生了一起悲剧事件 一名女子在夜店喝酒后与一名男子发生争执 男子将女子推倒在地后离开 女子事后被路人送回家 但当天下午就因头部受伤离世 根据案情 这名女子与男子在今年年初认识 11月5日晚上 女子在夜店遇到了这名男子 隔天凌晨 女子与男子一起离开夜店 本打算成的是回家 然而 由于无法叫到得势 两人决定不行回家 但是 在路上 女子突然坐在地上 拒绝起身 男子失去耐心 抢过女子的手机并丢到草地上 随后 男子抓住女子双臂 将她甩向地上 然后离开 几个小时后 一些路人发现女子躺在路边 看起来像是醉酒了 女子的朋友 恰好打来电话 路人将手机交给他们 其中一名撕照车司机 答应以50人的车费 送女子回家 司机将女子送到家后 女佣将她扶进房间休息 但是 当女子的丈夫在下午回家时 发现她仍然躺在床上没有反应 她立即呼叫救护车 但在医护人员到达后 女子已经死亡 经过验尸 发现女子头颅骨骨折 脑膜出血 内骨骨折等 死因是头部受伤 被告在得知此事后 逃往泰国 并在几天后返回新加坡被捕 她后来在法庭上承认了 蓄意伤人 导致他人重伤的罪名 这起事件 引起了公众的关注和愤怒 这不仅是一起悲剧的个案 也反映了社会对于性别暴力 和对女性安全的关注 这起事件的审判 将在明年1月16日进行 希望能够给予受害者和家人 一个公正的结果 谢谢大家收看以上节目 这是我们的编辑团队 为大家搜集 整理的 认为有价值的信息 观点 但是并不一定代表我们立场 不作为任何行为的建议 欢迎大家为我们的节目点赞 订阅我们的频道 谢谢 谢谢